大家好,我是小尹,欢迎您来我的养生频道 苦瓜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C,均相当于番茄的近三倍 而维生素C是优秀的抗氧化剂,能提高机体的定睛能力 有预防坏血病,保护细胞膜,防止动脉周样硬化 提高机体应激能力,保护心脏等作用 苦瓜可以说是一种多功效,对人体有多种好处的蔬菜之一 今天跟大家分享苦瓜的好处和苦瓜要怎么吃才能够更好的达到它的效果吧 苦瓜可是脂肪肝杀手,保护血管的第一选择 苦瓜的苦瓜素被誉为脂肪杀手 苦瓜的新鲜汁液含有苦瓜带和类似胰道素的物质 含有良好的降血糖作用 能使摄取的脂肪和多糖减少 在夏季也是食火降火的好菜 有人嘴里长了口腔溃疡 我们就会告诉他上火了要多喝水 吃点败火的食物,少吃辛辣 其实火分食火和虚火两种 像夏季天气过热导致出汗多甚至中暑 或是遇到繁心事产生的,一般都是食火 表现为面红物刺,口舌糜烂,尿黄,心烦意怒等 如果是劳累过度,损耗心医,阴虚阳抗所产生的心火 一般都是虚火 表现为心烦意怒 倒汗,睡眠不安宁,调理起来也不一样 食火旺的人要多吃点苦 苦味食品具有轻熟退热,厨房提升,健胃等功效 清热解毒最佳苦味食物是苦瓜 不管是凉拌还是煲汤,都有很好的灭火功效 另外大家还可以煮苦瓜绿茶来喝哦 准备苦瓜,将苦瓜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对半切开 然后去除瓜壤 再把苦瓜切碎 切好后放入杯中 放入适量的绿茶 绿茶的功能和作用比较广泛 经常喝点绿茶可以有效预防癌症疾病出现 经常喝绿茶也可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侵袭 适当的喝点绿茶还有美容美颜的作用 但是如果肠胃本身就不好的人 最好还是少喝绿茶 有利就有利 绿茶的好处虽然很多 经济也有不少 需要掌握 绿茶有着很多的功效 喝绿茶能够降低癌症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同时绿茶还有非常好的美容效果 它能够帮助人们排除体内的毒素 促进肠胃消化 对于减肥也有很大的帮助 不仅如此 经常喝一杯绿茶还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 能够有效延缓皮肤衰老 它属于一种养生茶 有一些茶是分季节性喝的 但是绿茶不受季节的限制 春季虽然喝绿茶是很好的 但是夏季喝绿茶好处也非常多 炎热的夏季 刚火旺盛 绿茶刚好有清热去火的功效 这个时候喝一杯绿茶 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常常喝绿茶还可以提升醒脑 每天精神抖擞 看上去充满活力 当然绿茶的功效远远不止这些 它是人们公认的好茶 有利就有比 绿茶虽然是好处多多 但是在喝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 由于绿茶栽培或者是加工过程中 总是会或多或少的 受到一些农药物的污染 所以头杯茶最好作为过滤 不要喝 还有切记空腹喝茶 尤其是绿茶 它可以稀释胃液 降低消化功能 如果是空腹喝 很容易让茶叶中的不良成分吸入血液 引起头晕 手脚无力等症状 因为绿茶中含有茶碱 有提升体温的作用 发烧的人是不适合喝绿茶的 无疑会火上浇油 还有就是 最好喝绿茶的时间是饭后半小时 绿茶茶叶中含有柔酸 会与食物中的铁元素结合发生反应 形成难以溶解的物质 时间长了就很容易导致人体缺血 有发贫血症 用开水进行冲泡服用 只要把白色的壤刮掉就不苦了哦 这种苦瓜茶具有很好的利尿 以及清热解毒的作用 特别适合在夏天服用 这是因为夏天气温比较高 我们容易出现中暑以及发热的情况 另外 口干舌燥以及心情烦闷的问题也会更加严重 这个时候服用一杯苦瓜茶 能够很好的安身醒脑 心情也会更加愉快 苦瓜蛋白质成分及大量维生素C 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 苦瓜汁含有某种蛋白成分 能加强剧吞能力 临床上对淋巴肉流和白血病有效 从苦瓜子中提炼出来的 胰岛蛋白酶压制剂 可以压制癌细胞所分泌出的蛋白酶 阻止恶性肿瘤生长 国外还有实验发现 苦瓜能使人的舌喉口腔底部 鼻咽部癌的细胞生长受到压制 大量维生素C还具有预防坏血病 保护细胞膜 防止动脉周样硬化 提高机体应激能力 保护心脏等作用哦 没有想到苦瓜有这么多的好处吧 如果你也是食火旺的话 不妨泡一杯苦瓜茶来喝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视频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是小尹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而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